請收看 為心世界 為心論壇 在花三年 三三天 天問永醒 日再見 祈求彼岸 永濟下 師父 師母 蔣教授 楊院長 各位貴賓 議會論壇的所有賢士同修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阿彌陀佛 今天候學要向大家報告的題目是 占卜以天積 中華文化道統之根源 是由易經演化而來 占卜是易經像素學中探討天積的一種方法 人力天地之間 生存就是所有物類 實時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而生存的最高法則 就是如何啟用自然界本有的資源 而能善加利用 使其不利潰滑 不論是發明或發現 都是為生存而創造更大的利益 引領潮流 提倡新觀念 開闢新市場 有物質的文明 創造精神面的提升 占卜皆可提供一個正確的方法 指引的脈絡就是天積之所限 所以易經六十四卦的卦翼 就是占卜視線吉凶的源頭 了解易經就能了解天積 學習應用易經就是和造化融合 上不備天理 下不為人意 人以物 皆唱其身 皆盡其用 皆安其所 皆承其天命 占卜與天積是因和果的兩端 掌握天積的視線 依法實踐就是七極 也就是修正 以無私的心 心境來相應 這就是修行 能夥見地 借夫於行願至深淺而已 占卜者 其向而知述 知述而知天地應行之極凶 陰陽惡氣 使以太極 逸傳曰 太極 洞分兩儀 兩儀化身四項 四項化身八卦 八卦化身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窯 天地間 印行者氣 計量者素 顯示者像 卦象者行之呈現 反天文地理 可記可明者 皆不愛此三列 而不離父道 福西畫卦 一文一畫 本夫圖畫 文字為一體 亦為文字之起源 異經 是聖人明天道以立即 立人道至教 本為教化 後世明道而做 異經 異經 製造化 製造化之功用 此 因明性命之源 吉凶獲福 都是益中固有之益 凡人身窮打妖獸 皆有定數 則協議 協議經者 必明行長之所疑 得是必有定數 故協議 必知吉凶悔令之說 而求其物備遺數 皆無逆於天 天道之定者 自可欺吉必凶 亦知言吉凶 仲在樹 原樹仲在像 樹見其器 像別其類 以真人事之所合 既可測天道之所以 可成像 必應占卜 明樹 必厚氣印 用意使應應用 及占卜之樹 測驗之方法 易之為教 言以授明前身之道 好 推之成人成物 以至治國平天下 莫不貫通 以上呢 是聖人垂教之利言 且唯用意演義之大子 習亦莫過之所變現 而不被天理應天使 敬鬼神 達人何而成其事 利人又利己 盡了修身養性 達到天人何一之境界 成其功德 廣立國家社會眾生 文王周公孔子 探相細詞 細象 殘明先天之理 精益入神 用意以詞 撰為新華演義 以占卜可知天心 以占卜可知行場 以占卜可知吉凶 以占卜可知 黃優立喚 以占卜可知天意貴人 以占卜可知種種事情 凡事皆可以占卜得知 辯通之道 應辯之機 跳鬼谷之後 別為五行僧客 適應相輩之理 父子兄弟 七才官鬼 各以其事為例 以錢明而禪聖教 善卜者 不善卜者皆卜之 較先前 蛇師求卦之法 更淺而變 其法有金錢卦 士歸米卦 士族 翻日曆等等 可取數字之占卜皆可其卦 周易段譯以卦之謠詞 變卦 錯卦 中卦 副卦等卦變 能知卦象之極兇 五行易 配合年夜日時 六親六受天甘地之 定適應 取用神 論生客 論行空色害 論妄向修求 論破目絕空 論反復 論進退神 論用神 言神 仇神 祭神 論三合 六合 六聰 暗動動善 論各門列應其 是福是禍皆能斷念如神 天積者 天意之所在 天者 地球以外之空間 天體鋼間 博大無雜 為萬物所知時 天為道之體 能富裕演化萬物 故 今子盡道 法天之德 各陣性命 守處數萬物顯靈 人至天時而定於作息 一切淫為 隨以天時行則順而得 逆而行則自取滅亡 積者萬物之生命根源 時間與物類巧妙之匯集 機會時機 借止時運和肌運 應言積會 有善言有惡言 有好與不好 就是吉兄霍福的呈現 人不知天命 不知根源之所在 窮極一生亦難有成果 生命雖無從選擇 應則可創造 修正改進之準則 則有多種方法 天力之視線 並會無照可循 現代社會之資訊統計 分析皆有專業領域 可供取用 但並無法保證無物 如氣象之誤報 使大眾遭受莫大損失 這起皆是人為舒服 有大部分是現代科技 尚無法達到的領域 只能以預測為之 偶重或失准 其實也都是挺天由命 生命之延續 除了靠養育之外 事實合宜的作為 也是前期生命必修課程 要活得久 要活得好 要活得有意義 這也包含在人的價值觀之內 一言 天地常養萬物 主其生亦主其養 生之養之天之道也 人之士也 人以萬物之生養法則 在水天西卦中 事見其天機 天地生化之原始 人物綿延之書機 皆在此西卦中也 卦詞裡面談到 他講西卦有福光亨針集 綠色大川 瑶池初九 西宜交立永恆無舊 九二西宜沙小友元終極 九三西宜泥自寇至六四 西宜血出至謝 九五西宜久始真極 上六 錄一謝 有不數之客三人來 靜止終極虛一謝 錄一顯難之中 西者隱食之道 西者代食也 有求之道也 生意全身 在於天地之養育 西之雨 水天西之雨 天上 天上的雲 就是天上的水 乘萬物之之良 生意之隱食 以情不可切 今子之所珍惜 不時之虚 一之為禍 朝前夕替 今子以忠正之道 明誤以仁生 誤以誤生 而得其 病意不害之道 此意意到天基教人 誤以前生之德 在十年 弟子提出一個實證 就是 在詹浦知天基的作為裡面 在今年丁亥年 魁醜夜 醜夜誤生日 就是農曆十二月二日 也就是民國九十七年 國立 炎夜九日 在這裡 因為這次 立委的選舉 我們地方上有位立委 來請託 就在險前的三天 經過接引之後 然後去拜訪師傅 得到個掛就是耿圍山 通六搖 當時以掛象來論 他本身動畫回頭課 硬搖來課 霧生日來課 幾乎是三方來課煞 其實沒有一個來申服 以掛象來論 應該是沒有辦法當選 後來經過師傅的開示 了解到異化的轉換功能 叫他因為他是本身耿圍山 動畫回頭課 師傅直接了當地說 你的陣 你的險戰的主著錯誤 而且要改變方式 端出你真正的陣劍來 所以口水之戰 改以謙卑的方式來應對 銷毀所有負面的文献 然後改變策略 那以北方為你賢戰的主著 因為北方為害水 為欺財 那南方五火 是你幫你城市的一個最大的工程 後來經過這樣演化之後 果然打贏那次賢戰 而且他在預測之間 師傅也談到 因為生金化有勤 所以票數差十二分之一 果然後來最後得票十七萬多票 果然差一萬三千多 如師傅所料 真正是路實 謝謝各位 阿美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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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位請圓韻法師呢 他來談音樂和風水 那麼圓韻法師呢 他是義京大學合唱團的副團長 他是維新中聖歌叫唱的法師 那麼他也是 做其創作的聖歌的創作人 請圓韻法師 請 師父 師父 各位貴賓 各位善知識 各位賢士同修 阿彌陀佛 我是圓韻 許瑞欽 論文發表的主題是 《音樂與風水》 我們今天跟大家做八點摘要的報告 第一點 不要以為看不見聽不到的東西 就不是真的 一般人 一般人總所謂求真求知的精神 以為 凡事眼見為平耳聞為正 事實上 這不見得完全符合科學的真理 就如同大家所知道的 太多人類聽不到 看不見的超音波 超光波 電波 磁波 就存在我們的生活空間 周遭的環境當中 而音樂與風水的影響 就如同上面所說的 你沒有特別的留意和感受 卻有很大的力量 它正無時無刻 隨處隨地地改變我們的情緒 情感 思維 智慧 行為 這就是我們所常稱的 潜移默化 不言而叫的功效 第二點報告 隨著科學越昌明 科技越發達 電子科技越發達 人類製造的噪音、樂音 就比自然界當中的風、水、雷、火 產生的聲音更多 科學越昌明 電子科技越發達 工業生產的突飛猛進 人類在工作、生活、休閒地製造出來的噪音 樂音就更多 而且我們利用了電子產生的工作效能 磁力效應產生的音響 更佔了我們所聽到聲音的絕大部分 一方面加深加廣的 音樂在風水當中對人的影響 一方面提供了更多工作效率跟領賞的方便性 一方面卻加深加廣 音樂在風水當中對人的影響 更造成了聲音和磁場兩者會加成 對我們的情緒、思維和行為有加倍的影響力 第三點報告我們來看 英國公共空間秩序整頓實驗研究的驚人發現 媒體報導 有規劃的古典音樂 從室內樂一直到交響樂 24小時無以間斷 尤其在夜晚或者過去犯罪率較高的時段 特別要選擇用力度飽滿速度較快 在樂風積極的管弦樂曲演奏 結果驚人的發現是 結果驚人的發現是 犯罪率平均降幅30% 不論支撞打架、搶劫、偷竊 各種統計數據都在25%到35%的改善範圍之內 我們看第四項 第四項 事件背後的科學理論和效益 參與此項研究的科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 分析指出 古典音樂的播放產生一種影響 對某些人來講或許是樂音 但是就原來喜歡在這個場所聚集的干擾秩序的族群 或者是遊民或者是無業容易知識者而言 卻是一種無法忍受的噪音 這就是音樂也會形成一種物以類聚的聚合力量 一方面它使人的思維、教育、行為 得到正面的鼓舞和統整的力量 但是對外來侵害干擾的行為 也會產生更積極更強的制約反應 那就是抗拒邪惡 一方面對那些平時就是很自由化 叛逆、排斥法規、暴力 不相互尊重和協和者 形成一股無形的排擠力量 因此英國政府治安部門決定 將這個最少的成本和最大的效益策略 更有信心的推廣應用 這就是音樂與風水最好的實力 第五項我們來看 音樂如何傳達情感影響情緒 和格理智判斷 改變行為塑造人格 音樂是透過聲音的元素 加上組織的各項原則和形式 它表達了作曲家和演奏者的情感 音樂的波動是透過聽覺系統 但是磁場對細胞卻是直接感應 造成腦葉皮脂層的喜悟快樂 焦躁產生作用 也影響情緒 進而對我們的理智思考 有增強和格和壓制的影響 音樂的風格 形態和組織等等 都是足以轉化情緒 改變行為和塑造人格的力量 我們來看第六點 聲音影響情緒 不純粹是喜歡與否還有磁場 一般的人思考總認為 聲音對我們的影響是因為聽覺 聽了喜歡或者是厭惡 而由心理造成影響生理的激轉 殊不知前面已經提到的 工作的機具 生活的器具及音響器材 有那麼多是應用電力磁力效應 作為動力來源 而醫學研究已經證實 這些波動卻不用經過聽覺系統 它是直接傳遞與干擾腦部皮脂的活動性 而有喜怒好惡之情緒 或者有增強減弱 或者是抵消或者嚴重破壞 這叫做生理直接影響心理的途徑 所以你如果想要用耳塞 或者用耳機 那麼也無法回避影響 第七點報告 我們從易經的原理和醫學去論 發生源荒味的疾胸 醫學研究指出 左腦控制身體的右側 右腦則是控制我們的左側 生物的左腦額葉皮脂區 和我們的正面親近的感覺有關 那麼右腦呢 右腦的皮脂區則對我們的負面 或逃避的感覺有關 隨著外境的刺激 情緒的改變 就是我們額葉皮脂區的活性隨之增減 這些道理在易經的原理上 是將我們任何一個空間的前後左右中間 分別用六獸或者稱作六神來代稱 並且賦予擬人化的個性 情緒情感 反應做很適切的解說 譬如前面很多法師也提過 左青龍它是代表著喜悅 智慧活力善念 那麼右白虎呢 代表著腦怒無名 凶悍傷身 那麼又有錢諸竊是口舌 鉤成則是代表糾纏示威 藤舌指我們的本性 玄武則是指我們的智慧跟創意 所以你就知道 你自己去塑造發生源來改變我們自己 另外 易經易理上面 也將腦部思維跟周遭時空因素交互產生的活躍性程度 他們是用妄向修求摔破目訣來做形容的 好 最後第八點 我們來看一下結論 音樂與風水將提供我們最終的貢獻就是世界和平 綜合上面所提到的 從醫學的實驗證明 從物理學的理論 從行為科學社會學的實驗證實 加上中國五千年文化經水易經的理論印證 我們可以確定幾項重要的法則 第一個法則 音樂的素材 你可以選契樂曲也可以選聲樂曲都無妨 因為它的功能並不會受到語言文字所阻礙 第二個法則 古典音樂對音頻音質音色形態風格和諧統整 種種規則性的嚴格要求 在通俗音樂和流行音樂上面 通常是較缺乏的 第三點法則 聲響對人所產生的影響 除了聲波 也常與磁力效應加成產生加倍的效果 第四個法則 聲音影響我們的情緒理智行為一直到健康 它是透過聽覺系統由心理影響生理 也由磁力作用直接影響蚵葉皮脂層的活躍性 形成由生理也會影響心理的反應增強抑制或破壞 第五點法則 音樂影響對象是否是廣泛的 沒有選擇性的 如同陽光普照 甘露普斯 所以對團體社會所產生的積極效益 是絕對值得善用和重視 因此我們再次提醒 如果家庭中善用音樂風水 對孩子的情緒智慧發展 人格塑造有很大的幫忙 如果公司團體善用音樂風水 那麼對向心力工作效率的提升 絕對有效果 如果政府國家善用音樂風水 那麼對社會治安的維護 邪惡力量的打擊激勵正義抗拒欺凌 則社會國家自然從繁榮祥和的方向發展 如果全世界人類對音樂與風水 也有共同的正確認知 正邁向世界和平的前景指日可待 最後我們要請各位想像一下 就是7年4月18號的那一種情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跟各位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MING PAO TORONTO JILLers 每次日包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